您这次就是说大概一群熟人来北加州主要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最主要是参加这边的Tray Show 但是我们因为公司里面有特殊的乳母亲节快到了 我们特别挖来一些新鲜生 这个新鲜生是比较稀罕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经过烘干的话 他养分比较好 他里面的挥发性油比较高 高至少14%以上 因为你在烘干的时候你要加热 营养会还是有些损失 但是好像新先生 我们这边还有个网友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来主要来进行谈一谈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也是了解到您这边作为华人来讲 可以说现今来美国的 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香港来的华人 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可能都是在做电脑 做这种到美国做工程师 或者说可能现在有更多人在做一些金融方面的 在学习以后我们留下来 但是其实我也挺想请您谈一谈 跟他们谈一谈 就是作为一个华人 而且您又不是学种植行业 这个怎么走到这个行业里 或者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 网友这些朋友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 最主要我做我这个行的很少 也很傻 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当时是一种 怎么讲呢 一种傻卷 是北京话 傻卷 不是傻卷 但是我是有一个目标 当时我觉得这个行业没有人干 将来是非常好 我那个当时的前瞻性就是说 当时的产量很少 只有可能现在的不到 一个percent的不到 但是呢 服务的只有香港人 台湾刚刚开始使用 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将来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跳下去了 好 当时也不懂 隔行入隔山辛苦 但是苦出来了 现在在大陆的发展非常的好 美国也很好 当然也很好 所以这个行业就是 有那个苦境 当然怎么样 给后境的人有什么建言呢 第一 就不要怕苦 现在年轻的比较怕苦 但是要怕苦 第二 你不要每一个人都要写同行的东西 当然很多人都写掉脑 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不是说不要去做 就是说有一些人要考虑 其他的生涯 还是career怎么做 还是profession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考虑到其他的行业 就是说到美国来 并不一定完全只要学电脑的行业 很局限自己 是往往是有更多一些机会 其实是通过你的了解 通过你做一些 我大儿子本来也要 也要学电脑 后来改变了学商了 我最小的儿子 以前就是他自己就要学医 所以他现在就当医生 所以有很多行业都需要的 不要怕苦 但要苦干实干的 有成功的 有吃人头地的一天 但是我认为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怎么至少有一点小成功 是 我有一点小成功 我们从小型的企业 从一个人的公司 三十五年变成一千多个人的公司 这个也不是说跳跃式的 差不多我们每年都在进步 非常稳定的一个 稳定的在进步 而且非常有稳步的进步 最主要呢 很多人问我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虽然是隔汉隔山 但是呢 最主要就是说你做人要好 做事要实在 要有信誉 对要有信誉 所以诚信非常重要 诚信苦干就是我的左右名 其实我很苦干 但是你诚信诚诚诚实 那个信你自然有信用 我自己有信心 那我是刚好 我是台大台湾大学 外文系毕业 所以我英文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起步也是比较好一点 尤其在您刚开始办这个 企业的时候 企业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 咨询这么发达 可以通过网络做很多的搜索 对 你现在说 那时候可能就要真正去 去跟人家打交道 打交道 去讲 而且我去讲去问 然后呢 我到图书馆去做很多research 实际上是那个资料很有限 很多人当时都不会告诉你的 或者叫做green gold 你刚刚问我什么叫做green gold 就是他们发现了绿色的黄金嘛 green gold 这个东西他不会交给你 他也不会教你怎么去做啊 怎么去挖 怎么样去发现 怎么样去生产啊 所以都是我自己去research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语文根基好的话 文在沟通 你要跟人家打交道做生意 都很重要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 不晓得说怎么样开始 第一步就是要把语文搞好 主要是说的 许先生说的是语言 英文这个部分 对吧 我想在哪个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说 你就要想跟当地的文化 或者说更有一个融合 或者说对你事业上 将来更有帮助的话 嗯哼 语言我相信你换一个陌生的话 你其实从一个讲汉语 换到一个讲英语 语言是第一 你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应该是说 所以我很surprise 在1981年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厅打电话来说 桌长要任命你当做 桌长的外销顾问的议员 就二十几个人 二十二个人 我很吓一跳啊 我说我这个小组织啊 81年的话 我可能只有三个员工而已 四个最多啊 我太太83年才来参加我公司 她以前都当副师的 我很非常的惊讶 桌长要拼我当做外销顾问 这个也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也是一个肯定 然后呢 在我们周里面的各方面 就更容易触通了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相信在哪个地方做生意 都是语言驾驭的更好 然后使得你的一个人脉 或者说各种在管理运作上 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 是的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您从一个人的公司 或者说回到最原始 就是您创始人 走到今天一千多人公司 而且我也听到 从网上也好 从很多媒体上介绍说 您现在大陆有办分公司 有独资公司 您现在是不是说也是把这个 因为大陆人口这几年 人口市场发展很快 人口又众多 可能也是下一步 许先生这边 在那边办公司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将来 还有些什么好的计划 是的 在中国我是 已经有四家公司在那边 四家公司 最主要在华东 华南 华北海面 在华东 就是上海以外 一直到成都都有 就沿长江三角洲都有 然后在八省里面 山东浙江江苏 安徽江西湖北 四川 还有广东 是八省里面都有 销售点已经超过六百个 六百个地方 所以员工也一千人左右 所以就是 在中国就有这么大的 那个 华南在广州呢 跟普林啊 最主要是做批发作用 批发 但是 我们最主要的销售点 就是自己有电中店 在华东 跟华中 刚才还有一个您讲到 通过电脑 其实我们知道 新浪跟许诗森业集团 其实从九六年就开始合作 对 那还没上市以前就有了 华阎 华阎以前就有了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想就是说 这几年也看到就是说 呃 在北美这个销售啊 很多部分是 这个 用通过网络的平台 是的 这也是说网上朋友就是说 不管你住的哪一个州 你可能只要在 我们的许诗网站上买 购买这些产品的话 都会很快 空运就送给你了 对 我们网站是九年前开始的 现在呢 已经 占我们的销售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大家都很方便嘛 所以很多人 就是在网上订购 而且有折扣 所以大家都很方便 经常我看到有些 这次母亲街带来什么折扣吗 对 母亲街我们有特别的一些 那个promotion在网上都有 有新先生 这个是很特别的特殊的展 那就欢迎 这个新浪 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到 新浪生成里的许诗专门店 来看一看我们的母亲节的托惠产品 对 要送母亲节或者其他父亲节快到了 很多产品可以用 花旗生以外 还有那个林芝 虫草行 这些产品都是大家很需要 当然是鱼油什么东西 这个都在很普遍 我们也有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的全头产品 就是花旗生 这个很重要 嗯 诲言 文字节目